來看看 什麼鬼前踢 九月二號 啊这个要丢了 用的太久 英国下雨天气 或者英国真正的天气 今天早上还是阳光明媚的 才一下下 就这种天气 英国90%都是这种雨天 你想像一直听着雨声 这就是英国的冬天 9月份以后 应该到明年的 可能估计五六月份吧 你面对的九成都是这样子的天气 这就是为什么冬季的时候在英国 很头痛的一个时期 为什么今天要录制视频呢 我也不知道 放在这边可能会比较好点 现在回家啦 现在 开始慢慢要开 开始上班 上课 然后下雨天 该来的都会来 9月2号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从英国的lockdown 或者是应该是3月17号 那个星期到明天星期四 到今天的9月2号星期三 然后学校开学 办公室其实基本上回复办公 然后 很多陆陆续续都开始解封 疫情好了吗 但是我觉得其实疫情还是在那边 也会听到那雨刷 听到声音 所以该来的还会来 该面对的还会去面对 今天就想把我现在的心情给讲出来 2020年9月2号以后 那种感觉 或者上班的感觉 或者回去做工的感觉 回到好像有种感觉 就是你永远好像回不到以前 在这疫情发生之前的那些变化 无论是从要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 戴口罩 然后各方面的生活习惯 这个改变了很多 很多人的 都开始对传染病 或者对病毒会越来越小心 这可能是好事 但是付的代价真的太多 可能以前我们赶个帽 咳个瘦 你在周围的人 人家都是大惊小怪 但现在如果你在公共场合 只要你一咳嗽 你一打喷嚏 或者赶个帽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特别小心 所以这病毒 会让我们 我觉得啦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觉得 在这病毒期间 出了这病毒以外的传染病 应该会比较少 就比较说 当然这病毒是太厉害了 已经夺取了所有传染病的风头 这句话不是 不是好话 开始上班了上班 停下 Classic FM 等一下就好了 新闻已经过了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钟 开始回家了 因为 因为 该做的事情做不完 事情做不完 但是今天也忙了一整天 然后也要为开始以后 开始要上班的事情 可能以后 要开始从在家办公 也是一个星期 可能要有几天 也是需要来到公司上班 办公 英国的经济还是在这边 红绿灯 这个就是英国的天气 该死的天气 然后英国的bus stop 控控器长 我把这停一下 可以停一下下雨天 这个就是英国的雨声 因为这边路在修路 所以我就要停 single traffic 就是单行道 双行道改 单行道 只要等绿灯 开了以后你才能驾出去 不然这个会很危险 然后这个就是公共汽车站 说大不大 英国下雨说大不大了 但是说小 也不是很小 但是英国很少有雷震雨 但是英国的雨 是会一直下 一下不是一天两天 是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冬天的话 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 所以用英国的阴天雨天 晴天差不多是英国的 六合彩那种感觉 好绿灯了 可以走了 后面排场了 对 现在放在上面 不知道会不会有时候就掉下来 不动一下 可能会掉下来 英国的雨天 该死的雨 那个车怎么突然间跑出来 搞什么 这条路是乡村小道 不知道你们 可能你们看不到 因为现在有机会有再录一集 下雪天这个真的是很漂亮 下雪天 但是驾车很危险 这条路是很窄的 然后两边是萌场 这边是高好铺足球场 对我是在农村上班的 英国做农民是 有钱人都是做农民 没有钱人 才是在城市生活 9月2号 这个主题是什么 该来的总会来吧 可能 算了还是不放过眼频道 就随便放 可能以后 在录一集 专门关于解封以后的感觉 你看我头发都长 下雨天 Slow Slow down 英国最讨厌 或者我的印象当中 来了十几年 晴天真的是会让整个人心情好起来 因为见到太阳真的太少了 而雨天下雨天已经忘记有多少个下雨天了 所以英国的冬天又冷又潮湿 又没有什么心意 然后来来西洋根本看不到厚厚的乌云 又不能讲毛毛细 那雨又是不小不大 就刚刚好 但是又很长期 就好像永远 永远没有个尽头 没有个盼望 所以为什么英国有很多忧郁症的人士就这样子 可能跟天气有关吗 我不太清楚 甚至有个名词叫Winter depression 冬天的忧郁症 这忧郁症 是英国生活真的是 夏天你有花粉症 冬天你有忧郁症 完了整个是一年四季 所以这两个病就绝对是让你让你头痛 所以这个就是夏天的花粉 让你让你让你不知所授 冬天的天气的忧郁症 你可能春天只能活在春天 或者就是转季的季节 你能够心情好一点 其他你都是还是算 所以在英国生活 如果你得上这两个病 就等于是轮流折磨你 就等于是有点类似什么呢 有点类似晚上你就失眠 还是放底下 晚上你就得了失眠症 然后白天你就得了犯困症 所以晚上失眠白天打瞌睡 这个就像英国夏天有花粉 冬天有冬天的忧郁症 我还好没有化粉症 忧郁症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 当你不肯定有没有的话 可能 好像他们有个做test还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 所以这英国的天气 当英国看到这种雨天 所以这为什么当英国天气好的时候 你一看到那英国人走在街上 在外面 他们那种的心情真的是 好像中了六盒彩一样 所以不难怪他们 当夏天的时候 他们宁可 宁可中病毒都要出去晒太阳 因为太阳对他们说 太宝贵了 这个有点像 就像你在沙漠生活了 沙漠走了几十天 突然间看到一点水源 那种感觉 好 这个时候当你想起苏格兰 或者想起那种 天空之导 就想起一些乡村小乡下的时候 这种真的是会让人 心情非常的低 今天中午午饭没吃 回去赶快吃个午饭 我这一缸油 或者是这满缸的柴油 好像从3月份 从3月份 3月27号 3月17号到9月2号 这个是我第一 我只打了两次油 你就可以看到这半年 这两车我是基本上 没有怎么驾 没有怎么去过远途 现在而且第二缸油 我现在还有差不多 只用了四分之一 就等于说这半年的油钱 省的是蛮多 英国的油价也不便宜 我现在到处都有卖房子 头发长了 可能我会留长头发吧 因为现在还不敢去怎么去剪头发 但是剪光头好像现在 因为池点可能要开始上班了 剪光头好像 有点不太 有点奇怪 但是我是蛮喜欢剪光头的 现在车也蛮多了 车也开始多了 油价又涨了 油价又涨了 其实我是最近这两个月才开始驾车出来 之前都是真的是三月份到六月 是不是六月份 还是几月份都一直待在家里面 没有怎么出去 现在在回家的路上 所以就录制这一个视频 9月2号 主题等我想好的时候 我上传的视频的时候 我会放在那边 应该是 就是很简单的吹水 或者也不是吹水 就很简单 记录一下9月2号 解封失落心情 是不是就叫解封失落心情 你问我现在心情怎么样 我觉得 有一点的期待 但是那种期待 又有一点的担心 一点的担心 又有一点的 兴奋 兴奋当中又有一点的无奈 无奈当中又有一点的期望 期望当中又有一点的失落 这个就像人生五股杂粮一直存在 如果你叫我一直在家里面办公 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 真的会悶出病来的 所以有些人 真的是不可以在家 待超过三个月 至少你应该出去走走 当你回到公司 见到同事 见到一些 你很久没有见到人的时候 心情会寒暄矩 但是又有一些的距离 因为你要保持距离 你不能太近 然后两方面都要戴口罩 以前的茶水的时间 茶点的时间 以前谈天开笑话的时间 都没有了 又有一点的冷落 那种感觉 毕竟要保持距离 还是很安全 还是要以安全为主 因为现在英国的情形 并不是太乐观 还是满缘菌 但是 谁叫你 还是要赚钱 还是要养家糊口 还是要 还是要还房贷 它有pressure low 怎么回事 它说我的气压很低 气压很低 这样子我要去打 我刚刚打过 怎么会气压很低呢 奇怪 那我要去打气压一下 气压低 不要吓我 四个气压一起低 开什么玩笑 吃点回去我再检查一下 因为气压低 不可能四个气压同时一起起低吧 去Texus Low 停在旁边 找个地方停一下 因为这个叫我停一下 这是突然间发生的事情 这是单行道 都没有地方停 找个随便接个停车位 检查一下气压先 好 好 好 看到气压 pressure low 四个气压都有问题 停止一下 停止一下 OK 我这个 查一下 还是有关掉再重启看看 然后 然后menu 我检查一下 这边可以查一下 AERO Check Compute Request 我重新设置一下气压 重新设置一下气压 Reset Resetting 应该没有问题 果然是电子的问题 同时四个 因为我知道我气压 刚刚检查了 或者是 当然 情况还是要下车看一下 下车看一下 气压 因为我知道 我前几个星 不是就上个星期 我刚打过气压 所以我知道气压肯定是正常的 气压肯定是正常的 你看 是电子的东西 当然 用下雨前去讨厌 进车的时候 用电子的东西 明天我还是去检查一下 检查很容易了 其实你家去加油站 那边都可以检查 现在基本上就安全了 没有问题了 消失了 这个叫PRA 这个快速度不对 所以会一直闪烁 22分钟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会不会看视频 看22分钟 明天我再去检查 下雨天 明天我还有用车 明天再检查一下 我看一下 Flock Tide 现在车还 车还挺多 好果然气压是正常的 现在车太多了 现在车太多了 今天记录在这边吗 其实我蛮喜欢这种生活影片 是不是叫生活影片 生活记录 随性随便 没有压力 因为 所以 如果有一天 或者是2020年Touchwood 但是我们都是要做最好打 最坏的打算 其实当 开始回去上班的时候 或者是回去接触人群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最坏的打算给 虽然不希望这样子发生 但是是有这样子可能 就算你再小心都好 你都是有可能会碰到该来的都会来 而这时候你的心态 当没有事的话 你的心态应该感恩 当有事的话 出来还 不是出来还 出来走 迟早是要还的 不是出来还 出来走 因为有辆车坏在路上去 下次见了 停止录制